美韩两国军队每年夏天进行已知自由卫士演习 是针对计算机模拟的朝鲜袭击 做出反应的大规模军事部署和协调行动 今年有大约17500名美军和5万名韩国军人参加 美军去年参加军演的有25000人 军方领导人说 除了春天举行的地海空联合军事演习之外 夏天的年度军演对于不断部署的新兵是必要的 我们说的是战争 不是练习阅兵 所以必须不断更新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宣布 战部队美署关岛附近的水域发射中程弹道导弹 从而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美韩军事演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这一举动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冲突 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 美军已经锁定目标蓄势待发 并以烈焰怒火对任何攻击做出回应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 华盛顿似乎已经对平壤最近的克制做出了回应 缩小了今年的演习规模 减少了人员 也没有动用核轰炸机和其他战略资产 像朝鲜释放调节姿态的一种办法是 我们不会投入任何像B-1 F-35或者核动力潜艇这样的战略资产 朝鲜星期天指责 美韩军演会火上浇油 加大平壤进行导弹试射和核武器试验的可能性 不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天否认说 今年的演习降低规模是因为考虑到朝鲜的反对 这是防卫韩国的一次军演 是个联合演习 这都是由美韩官员很久前制定的 朝鲜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 称之为入侵排练 中国和俄罗斯也要求美韩两国暂停军演 同时也敦促朝鲜暂停导弹和核武器试验 美国之音记者帕顿首尔报道